推川金会菜单新国餐饮业强搭热潮 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袖金正恩将于12日在新加坡举行高峰会 新国观光饭店与小吃业者也相继推出与川金会有关的餐饮 抢搭热潮吸引食客 离川金会预定时间还有一周 双方会谈的点尚未公布 却早就成了新加坡民间议论焦点 也是茶余饭后的话题 继承车司机虽然单新届时交通管制 影响车辆行进速度 但对新加坡能举办川金会 感到十分光荣 证明新加坡的严格维安与中立性或国际肯定 新加坡餐饮业者最近也抢搭川金会列车 推出与这场高峰会有关的餐饮 不少韩式烤肉店或韩式料理大售观光客喜爱 新加坡本地商家也利用这波热潮 以另类料理吸引食客 新加坡观光饭店 Royal Pleasant Gods 从8日起到15日止 利用汉堡与冰茶组成所谓的川金会菜单 把鸡肉 泡菜与紫菜制成汉堡肉饼 再配上韩式饭卷与美式薯条 使这份菜单独特之处 另有美国传统冰茶 左以韩式蜂蜜柚子口味调制而成的川金会冰茶 融合东西方特色 符合川金会调性 新加坡也有业者推出以川普与金正恩命名的特调鸡尾酒或川金会椰浆饭 融合新加坡传统料理口味 极具巧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